其实刚刚我们前面四位委员都讲得非常清楚 这也是我们才从11月9号 我们民主战车从立法院开出去 然后全台巡回之后 今天早上在基隆下午到西门丁 最后我们到晚上的时候回到我们的公投之夜 我们在立法院这个代表最高 全台最高民意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来把这样的一个人民的声音传达出去 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公投的这个状态 虽然我们都有一题叫公投榜大选 那我觉得这一次我在地方上跑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告诉我说 这一次公投好像就是大选一样 非常的热闹 当立无姐讲到说 她在这个街头宣讲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只有一个讲台 然后一个人 然后一个小蜜蜂 这样子一直不停的讲述我们的理念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执政党的政府 他们的场子是非常非常的大 他们的这个整个大荧幕 投放他们的简报来说 是比人还要来的高 所以其实在这情况之下 我们都不禁想要问的是 如果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是不是我们自己在 比如说在野党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说人民的声音 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被覆盖 那我们都知道公投其实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当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有这么一个悬殊的比例 跟不同的一个政党经费上的差距的时候 其实确实真的 我们还是会努力到最后一秒 所以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公投之夜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很多的民众 如果有对于我们的这些 因为反正大家都在中正区嘛 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民众党的公投之夜 会觉得希望选择一个 相对来讲可以大家讨论事情的一个地方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投之夜 我们台北的部分 我们在立法院旁边的青岛东路 我们在高雄的部分 也有开另外一个北高连线的场地 是在议会路跟自由路的交叉口 那我也必须要提到 其实原本我们应该是期待 我们的行政机关跟中选会 要秉持超然中立的原则 包含像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公投宣传 就如同刚刚赖委员所提到的 其实在许多的部会机关 或者是甚至在总统的脸书上 其实传达的讯息 其实对于公投的主文来说 都是有误解的状况 那我们也多次在 不管是质询 或者是相关的提案上 其实我们也都强调要求 我们的行政机关 你可以去论述政策本身的内容 你可以去讲说 今天这个公投通过或不通过 可能会对于政策造成的后果 但是你不应该是去直接指使 投下的这个投票意向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认为说 当然这个政务官跟事务官 可能是不一样 但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执政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 我们的宣传其实看起来都有违反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这样子的原则 同时中选会本来应该是一个超然中立来举办各种公投选举罢免等等 他不应该受到行政干扰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多次帮行政院护航 他强调说行政院本来就应该是什么 公投的法定的当然的反方 但是我们看到2008年 其实我们的游席坤宣政院长 其实当时也发起了路联的公投案 当时在发起的时候 外交部还甚至在意见书里面明确表示赞同 表示说其实当时的政府的外交部跟行政院 是已经跨越时空去打脸了 现在蔡政府的说的中选会经济部 说自己是一个法定当然反方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后来再多次的在野党 包含我自己也咨询 可是却不见现任的中选会 或者是相关的部会机关有任何的改善 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公投的这个部分 真的行政中立的这个问题真的相当的严重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呼吁全台的民众 就说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思辨 我们公投至今为此 不同的政党或者不同的专家学者 所提出来的论证 在明天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那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多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公投之夜 我们让我们的声音能够表达 让我们政府能够